男权禪師 教練大師 學道教練大師 教練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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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上一次講到這個 南泉禅师 这一次我们再借下去 第66个公案 聚一只眼 聚一只眼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粒眼睛 这个就是聚一只眼 这粒眼睛 我用的眼前的图案 就是通过禅宗里面 说给我的一个 怎么讲 灵感 所以我就想办法把它画成这样子 这一只眼睛不是左边 也不是右边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只眼 它并不是有真正的实体 而是在你的心中 所以这一只眼睛 我在十年前的话 就把它设计好 把它设计好了 那么 当时就是因为在整理这个禅宗的公案 那么 也把它编排在我们的这个教材里面 所以在那样子的一个音乐里面的话 就设计了这只眼睛 如果从经典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是这个 在阿含经里面 尤其是从早期佛教的一些经典 它并没有讲到这种聚一只一眼 这样子的一种讲法 没有 它就是 在阿含经里面 它特别强调什么呢 特别强调正念正知 强调正念正知 因为它就是通过一些修法 那么在早期所谓的修法里面 一般用的就是四念处的修法 它就是通过四念处的修法 那么就有了这个正念跟正知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它是一种能力 或者是说 你能够进入这样子的一种心理的一个素质 它是一种状态来的 那么 当佛法它进入到 从原始的这个阿含经的讲法 进入到大乘佛教 那么这个正念正知的这个用法的话 它就被 就已经不被重视了 它反而很重视什么 在大乘佛教的话 它就很重视这些 卢来藏 要不然就是佛性 要不然就是真卢 要不然就是讲这个一心 就是很 当时的话就是一些 论师们 他把那个经典重新整理 整理的时候的话 他就用不同的名词 来表达这个正念正知 那么他就把正念跟正知的两个 融合成一个 融合成一个 所以我们每次在讲佛性的时候 我们在讲卢来藏 或者是在讲真卢 在讲一心 在讲空性的时候的话 它基本上它就是指什么 它就是指正念跟正知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那么佛法从印度 它传到这个中国 那中国当然就延续着 延续着用这样子的一种讲法 那么可是到了禅宗 禅宗就有自己的讲法 所以他就把这个正念跟正知 那就是说他可以用一只牛来代表 或者是用一只浮尘 或者就跟你讲说 这个在桥边的一个石狮子 就是一只石头做成的一个狮子 那就把它具体化 变成这样子把它具体化了 那么这个眼睛呢 这个眼睛的话呢 就是其中的一种讲法 就是在南泉 南泉的那个时代的话 它就讲说 具一只一眼 就是你具一只一眼 那么我个人认为 把它称作具一只眼 是比佛性 是比如来藏 是比真心的话 是来得更加的贴切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具一只眼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你的正念跟正知 那么当你活在你的正念跟正知的时候的话 你会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 就好像你在看着你自己这样子 你都有在看着你自己 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感觉上来讲的话 它就好像是什么呢 好像你内心多了一颗眼睛出来 就多了那么一颗眼睛出来 所以我个人呢 我就很喜欢这个南泉大师所讲的 就是具一只眼 就多了一颗眼睛 当你保持在决心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你一直在看着你自己 看着你自己 所以这一只眼睛呢 具一只眼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呢 把它理解成就是这只眼呢 如果我们要从经典上来讲 它这只眼睛呢 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佛眼 因为佛呢就是觉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佛眼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是这个慧眼 因为你活在这只眼睛里面的话呢 你就有智慧 要不然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法眼 所以这三个你都可以随便用一个 来代表具一只眼 那当然如果我们从这个学术的 就是这个 从这个佛教的学术的角度来去定位的话 它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可是如果我们是从这个 从这个正念正志的角度 来把这只眼睛来把它定位成佛眼 会眼跟这个法眼的话呢 它就变成什么呢 变成很 它是另外一种讲法了 它就另外一种讲法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诠释的方式的话呢 你在 可能如果你去找这个佛教的一些字典的话呢 它又不是这样子解析了 它又不是这样子解析了 那可是因为我们是从这个 我们除了要讲禅宗的 这些内容之外的话呢 我也希望说 同学们所学到的这些佛学上的这些词汇的话呢 能够从学术的角度慢慢的变得 更加的有实在的内涵 它不只是一个知识 而是说它真的有这一回事 就是说我们可以真的拥有这颗眼睛 那你拥有了这个眼睛之后的话 那你来学佛它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眼睛的意义 是特别特别的重大的 有这个眼睛跟没有这个眼睛的话 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在 尤其是在我们讲说这个禅宗的话呢 它就是从这个觉性 从这个觉这个地方入门 那当你从这个觉这个地方去入门的话 你通过这个禅宗的 它这样子的一个要求之后的话 那你依循着它的教导你去修 那你就能够从它的所提供的一些方法 或者是一些训绩里面的话呢 你所学到的这些禅法 它就真正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里面 所以它就不一样 它就不会只是停留在懂了很多的名词 而是你所懂的这些名词的话 那它是真正的具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那今天的话呢就 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就讲了这个聚一只眼 同学你发现到说我做钱这边 我这个做钱的话呢就 有看到一颗木头吗 那你发现木头上面有什么东西 有看到什么东西吗 在这边 这样就是在设一个坛 在设一个坛 我们在身座 所谓身座就是设一个弘法的一个讲台 那我就做得比你们高一点点 那么还有就是前面要摆一些铺舍 对不对 那除了能够庄严之外 它还要有一些庄严 它还有一些意识在那边 那在禅宗里面的话呢 我就一直在想要用什么东西来表达 来表达能够展现出禅法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所认识的禅 我们所认识的禅 已经是被什么呢 已经是被商业的一些字眼就 我们对禅的这个内涵的话呢 已经跟我们所要学的禅呢 已经不一样了 我们已经是受到什么 我们已经是受到日本禅的影响 所以禅呢 你怎么去知道禅 当然这个是日本人的智慧 他就把一些简简单单 清清淡淡的东西的话呢 他就把它包装 包装了之后的话 他就跟你讲这个就是禅 所以禅有禅的灯光 禅有禅的家具 禅有禅的什么什么什么 都就全部出来了 这次上次就经过这种 商业的这种包装了 那真正禅是什么 前面几课 同学们可以发现到 这个桌子上面 它放的是什么呢 它放的是假花 它放的是假花 那么有人就跟我反应 这个假花 这个花花绿绿的东西 怎么是展现出禅呢 这个花花绿绿的东西怎么展现出禅 那我就问他 为什么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就不是禅呢 所以到底禅应该是用怎么样子的一种方式把它诠释出来 那我们一路来我们都没有很这个 我们都不太会包装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会包装的东西经过 会包装的人经过他重新包装了之后的话 那变成我们要去跟他来包装同样的一个东西 那会不会很怪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是谁是专业 因为学禅的人才是专业嘛 不是搞这些商品的人是专业嘛 应该这样子讲是不是 那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可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是习惯了 禅的东西就是这样子了 那所以就是在过去几个体堂课里面的话 反而这个东西就一直在围绕着我 所以我就想想想 我说我应该就是要去把它设计 按照我对禅的一个认识的话呢 我应该去把它设计成 我所认为的禅应该是怎么样 那么禅应该是怎么样呢 禅应该当它用在外面的时候 禅用在里面的时候的话呢 就是指这颗眼睛 事实上基本上我已经是展现出来了 这个眼睛就是禅宗所要讲的东西 那可是如果我现在我要把它放在这个座子上的话 它应该是怎么样子 它应该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就吸收了一些护法的想法 就找了一些木头 载了一些东西在这边 那怎么去展这个木头跟这个叶子 怎么去展现出禅呢 事实上很直接的是什么呢 就展现出大自然 对不对 大自然就是这样子 那么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它是一个 比如说当我们去设一个台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一般上是用什么 是用佛像 对不对 佛像只要你摆在那边的话呢 它自然而然就怎么样 它就庄严了 而且它的佛像摆设在那边的话呢 就跟你讲说 这个就是一个很庄重的一个场合 它的那个分量自然就在那边了 那现在我们不摆佛像 就摆了一个木头跟一个盆栽在那边的话 我怎么去展现出那个很重的分量的那一面呢 然后我们之前讲过了 禅宗呢 当他在讲这个 他把这个佛性 把这个如来藏 跟这个真心的这个字眼呢 他通过什么呢 他已经能 他已经通过这些木头 通过这些树 把它展现出来了 那怎么展现 这些东西里面多了一个眼睛 它就展现出来了 所以你说这样子的一个台上面的话呢 这样子的一个台上面的话呢 这样子的一个台的话呢 请问有没有佛 有没有佛像 有看到佛像吗 有看到吗 你看不到 我就跟你讲这个眼睛就是 那个就是你的自信佛 所以他就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的话 来暗示你什么 来暗示你 你必须要拉回来 所以我认为我循着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设计 来去设计的话呢 来给同学们一个提醒 当你听我这堂课的时候的话呢 来给你提醒 你要拉回来 活在你的决心里面 那它的意义的话呢 就会更加的 更加的这个深厚 它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设计这个佛作 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是这样子 要不然的话 我会感觉到很怪 为什么这个花 它不能够展现出禅法 那实际上 用花来展现出禅的人 第一个是谁 谁 佳设尊者 佳设尊者 世尊年花 佳设微笑 是不是 所以第一个 用花来展现出禅法的是谁 释迦摩尼佛 所以你跟我讲 用花不可以 对不对 好吧 不可以就不可以 我们现在用什么 我们现在用木头了 所以这个是它其中的一个背景 那借着这样子的一个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的公案的话 我们之前只是讲到佛城 讲到佛城 那么等到我们越讲到 越后面的时候的话 就是用这些木头 用这些青装 来展现这个眼睛的地方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的话 就当成是给同学们的一个提醒 那我们回来看这第六十六个公案 《俱一只眼》 南泉普苑大师拿起囚子 这个囚子指的是什么 囚子就是用毛 用毛做成的一个皮球来的 所以拿起囚子问一声 他问一个出家人 那个会不会像这个 圣人回答不像 那南泉大师就说了 你在哪里见到了竟然说不像 那圣说 他说 你若问我在哪里见过 和尚先放下手中的球 那南泉大师就讲 允许你聚一只眼 那 这个公案里面的话呢 就是南泉大师他拿起一粒毛球 他就问一个出家人 问一个神人 他问他说 那个像不像这个 那个像不像这个 请问那个是什么 你的决心 你的决心像不像这一粒球 明白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那个像不像 那么圣人就回答 他说不像 他说不像 为什么他说不像呢 那大师呢他就问回他了 他说你说不像 那肯定你见过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见过的话呢 你不可能说不像 那么你见过了 那么你见过了 请问你是哪里见过的 要不然你不可能说不像的 那请问你在哪里见过 那圣人怎么回答 他说你若问我在哪里见过 你先放下手上的球 你先把球放下 那么 当他这样子讲了之后的话 那南泉大师怎么讲 允许你聚一只眼 什么意思 你会发现到这个圣人 他并没有跟南泉大师讲说 他在哪里见到这只眼睛 或者是说 那个 他没有跟他讲 他在哪里见到这个 他是跟你讲什么呢 你把你手上的那一个东西 你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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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跟你讲我在哪里见过 那放下什么意思 放下什么意思 放下就是放下执着 所以如果你抓死 你活在你的执着里面的话 你认为 你认为你的那个东西 它是什么什么东西的话 那肯定它都不是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能够活在决性 再加上你放下的话 请问那是是还是不是 他就死了 所以他就回到我们之前的讲法 就是决性加上不执着 所以当他这样子回答的时候的话 那基本上是什么呢 基本上他已经得到南全大师的认可了 南全大师呢 所以才会跟他讲什么呢 才会跟他讲说 引许你聚一支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南全大师 已经肯定了这个神人 他认为这个神人已经见性了 已经发现到这个决性 所以 这个就是这个公案所要讲的 所以当我们如果你活在你的决性里面 你在面对到人家这样子 他第一个最难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最难的时候 最难的地方是 南全大师问得不清不楚 你说那个像不像这个 那到底那个是什么 那如果你不是活在决性里面 你是在那边想 到底那个指的是什么 你就会用想的 可是如果你是活在决性呢 当你活在决性的话 他所问的那个的话 那指的就是什么 指的就是你的决性 到底你的决性的话 像不像这笔球 那么因为这笔球呢 是南全抓在手上的 对不对 所以抓在手上表示什么 表示执着 所以这个僧人就跟他讲 你把他放下了就是了 所以僧人更进一步的跟他讲 和尚放下手中的球 所以他要讲什么呢 就讲说这个决性呢 是要加上什么 加上不执着 或者是加上放下的 所以这个公案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那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公案 第67 洗衣 当南全大师在洗衣的时候 有一个僧人就问他 和尚还有这个 那南全大师呢就拿起一说 怎么奈何得了这个 你会发现到说他们这两个 这样子讲话的时候的话呢 是好像 好像基同亚讲 你讲这个我讲这个 好像没有碰在一起 那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碰在一起 是有的 我们一定要明白 他这些 当我们之所以看得懂 是因为你要去修 你要去修 修到有感觉 如果你没有去修 你只是单单这样子听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你好像懂 真正又不懂 他到后面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去修 那么当你修了之后的话呢 你开始有感觉 所谓感觉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对觉性有感觉了 那你就会慢慢的 你就会对这些公案的话呢 你就能够逐步的 或者是对这些公案的话呢 你就能够有更深入的理解 那当然这个理解的话 它不一定就是一下子 它就到很深 它实际上就跟个人的学习过程有关系的 你可以从今年你理解是这样子 再过一年之后的话 你的理解又不一样了 所以它都有什么呢 它都有一个过程的 好像比如说 现在我们在问 你在洗衣服 那我看到了我在问你 你怎么还有这个在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 在问什么 你在洗衣服你在洗什么 你在洗什么 你在洗掉污垢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在洗衣服的时候的话 我走过去我问你 你怎么还有这个在 你怎么你现在还在洗啊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你的烦恼断了没有 还没有 你还一大堆的烦恼 所以你在拼命洗 对不对 那南泉大师呢 他怎么回答 他拿起衣服 他说什么 怎么奈何得了这个 所以 这个时候这件衣服 他所说的这个 指的是什么 指的 已经变成是决心了 所以他里面在讲些什么东西呢 前面 前面这个僧人在问的时候的话呢 他是问说 你怎么还有这个在 也就是说 你怎么还在洗衣服 可是南泉禅师呢 把这个衣服一拿出来之后的话 他讲 你怎么奈何得了这个的时候 这件衣服已经变成什么 这件衣服呢 已经变成 多了一个眼睛就对了 明白吗 这件衣服表示什么 表示决心了 所以他已经不是在前面那个层次了 所以里面两个层次 这两个层次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在讲 从烦恼的角度跟你讲说 你要断烦恼 所以你要洗 洗给它干净 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 烦恼 你不用去理你的 你不用去想 要去断烦恼 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要做的是把你的决性找出来 当你的决性找出来了之后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的烦恼奈何不了你的决性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你在哪里用功 如果你是在你的烦恼上用功 你看我又起称恩心了 我要怎么修 怎么去让我的称恩心不见 所以你这个是在哪里用功 这是在烦恼 这是在贪嗔痴里面用功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是在决性那边用功 烦恼 断烦恼 它就不是重点 反而什么是重点 你没有办法保认你的决性是重点 当你保认你的决性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贪 你的称的话 它一定是什么 有生有灭 有来有去 对不对 所以你是要断烦恼吗 你就不用断烦恼了 明白我讲什么吗 所以他在这句话 本来这个僧人的话 他是用一个很低的一个角度 来讲这个南权大师说 你还有烦恼 你还需要断烦恼 可是南权禅师的话 一转而已 他把它变成什么 他把这件衣服当成是什么 当成是决性 就直接 这个就是了 那你奈何不了他 所以这个公案 这个公案的话 不是那么容易看得懂 可是 如果我们明白了禅宗的下手处的话 你就容易看得懂 你明白禅宗是在哪里下手 禅宗是在决性下手 他不是在烦恼上下手 他是在决性 所以一开始的话 他就跟你讲明心见性 我们在读六祖慧南大师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 你一定要先发现你的决性 发现你的决性 你就活在你的决性 去体验烦恼有生有灭 所以既然烦恼有生有灭 你需要去断烦恼吗 你不用去断烦恼的 你只要能够活在你的决性里面 你就能够去体会到 原来你的烦恼有生有灭 有来有去 那你不受它影响就可以了 所以他要做的不是要去断烦恼 他对烦恼所处的一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 是不断而断 这个烦恼永远不是重点 那什么是重点 重点是在他的决性 你要活在你的决性里面 所以这个公案 同样是这个 可是两个不同的这个 一个这个指的是染污指的是烦恼 另外一个这个的话呢 指的是那一颗眼睛 那个决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十八个公案 闲着草的水姑牛 这个时候的话呢 南权大师呢 就已经就是要离开人间了 那么首座就问他了 和尚百年后要去哪里 和尚百年你去世之后的话 你要去哪里 那大师说到山下做一头水姑牛 这个字读姑 水姑牛 就是做一头水牛 水牛 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僧人就说了 我随和尚一起去 不知可以还是不可以 那南权大师说 他就跟他讲 他说如果你跟着我 你的嘴巴呢必须要咸着一根草 那么接下来的话 南权大师呢就实现疾病 那么之后的话呢就在这个 在太和霸年假营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 那么他就告诉他的门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如星光演绎灯火幻象的生命 已经有相当的十日了 千万别说我有去何来 说完便谢事而去 那讲完这句话之后的话 他就走了 他说 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他就把生命比喻成什么呢 比喻成天上的星光 还有就是我们的眼翼 眼翼就是眼睛出现的一些 一些这个幻象 眼病 眼病 当你的眼睛生这种病的时候的话 你看东西好像有花在那边飞来飞去 这样子 所以这个叫眼翼 要不然就像灯火这样子 来来去去 要不然就是幻象 一些虚假的一些幻象 他说生命就是这样子 那么时间到了之后的话呢 他就离开了 那么当他离开的时候的话呢 你不要说他有来或者是有去 后面就之后的话呢 就说完的话呢 他就离开这个世间了 那这个公案里面 他要 为什么南权大师他死后要去做一只水谷牛 什么意思 是真的去做牛吗 不是 他不是真的 他不是去做牛 而是他 这个牛表示的是什么 就表示他回来他的决心 放下他的执着 这个就是他的牛 这个是水谷牛 所以我们讲过了 这个眼睛也是牛也是木头 但是看你在什么时候这样子用 这是禅宗里面的一些暗号来的 就是他的一些暗号 那么最禅用的是什么 最禅用的就是牛 那么之前我们讲过的 马祖大师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佛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 那个佛城 用佛城 对不对 马祖大师很喜欢用佛城 那就看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比喻 我们这个决心的这个状态 所以他说他要去山下去做一只水牛 那当然他也表示 这个也表示什么 也表示他自在 做牛 表示他自在 放得下 那么 当这个僧人 他说他要跟着去的时候的话 南全大师就跟他讲什么 他说你要来可以 我是要去做牛 你要跟着我一起做牛 对不对 你要闲着一根草 为什么要闲着一根草 为什么要闲着一根草 请问南全大师这只牛 有没有闲着一根草 没有 南全大师没有闲着草 那为什么这个僧人呢 南全大师就跟他讲 你要闲着 你要咬这一根草 你要咬 如果你要跟我一起去的话 你必须要咬这一根草 什么意思 请问南全大师是肯定他呢 还是否定他 否定 为什么 因为他多了那一根草 你明白吗 多了那根草 表示什么 你真的是去当牛 多了你是牛 又咬了一根草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句否定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僧人 因为这个是一个 一则很短的一个记载 那事实上 南全大师之所以会这样子讲的话 基本上他在之前一定是对这个僧人了解不了解 了解 了解 那既然是了解的话 如果你要去做一只牛 你要跟我一样做一只牛 你这只牛是咬这一根草的 你放下执着了没有 还没有放下执着 可是至少 你已经找到这一只牛了了 明白吗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么 我们到后面 南全大师给予这个 所给予的开示 所给予的开示 他说生命就像什么呢 生命就像是星光 那我记得我在讲《新经》的时候的话呢 我把生命用一种 用火焰来比喻 对不对 请问火焰还没有来之前 它在哪里 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请问火焰灭了之后 你也不能够说它去了哪里 你也不能够说它去了哪里 那我们的生命 就跟这个火焰呢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这个生命跟火焰 就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个学佛的人 到后来 当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的话呢 你要处在什么状态 你就处在你的决心的状态 那么就看着什么 看着这个火慢慢慢慢的灭 就这样子 灭的时候的话呢 它去了哪里 当这个火灭了之后 它去了哪里 你还要问它去哪里吗 你就不用问它去哪里 你不用问它去哪里 火灭了 灭了就是灭了 它不用去火要去哪里 所以当我们要死的时候的话 我们要去哪里 你活在决心里面 对不对 那上气不接下气 这样子慢慢慢慢要走了 那你要去哪里 当你这样子问你自己的时候 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当你这样子问你自己的时候 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你要回来你的决心 你要放下这个念 你需要给这个念答案吗 不用 你需要去哪里 不用来也不用去 哪里都不用去 那你这个时候 你就要问你自己 你的决心在吗 你的决心在就好了 决者佛耶 你就活在什么 你就活在一个绝的状态里面 那么你的念起来 我死后我要去哪里 下一步你要怎么做 放下对这个念的执着 对不对 你放了之后你甘愿吗 你发现你还是不甘愿 这样我要去哪里 它又再来多一次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又再放下多一次 你甘愿吗 不甘愿 它念又再起来 这样我死后要去哪里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 又再放下 到后来它剩下什么 不管什么念来 你都放下 那你要维持在什么状态 维持在你的觉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南玄大师所讲的 你千万不要说 我有去何来 那在静代里面 在静代里面的话 就是有一个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 他早期他就修定 他定很深 他的定很深 那么当他 他是 他虽然是修净土法门 他虽然他就是一直非常鼓励人家念佛 可是他的念佛跟一般的人的念佛不一样 因为什么 因为他有很深的定力 他几十年 他不吃固体的食物 他就靠什么 他就靠喝 就靠早期的话 他还有牙齿的时候 他吃什么 他是吃水果 所以人家叫他做水果和尚 等到后期 当他没有牙齿了之后的话 弟子们就给他嚼果汁 他就喝果汁而已 所以他没有吃固体的食物 他就是每天喝果汁这样子 那么他活到九十多岁 活到九十多岁 那么他到了后期的时候的话 他在早期的时候人家问他 你在做什么 他都会跟大家讲 我在念佛 我在念佛 那么他呢 他的这个修法是什么呢 他就是通过念佛来保认他的决性 只是他到了后期的时候的话 他得到一个很大的觉悟 他在灵命中的时候的话 他说什么 无来无去无大事 所以他有没有去极乐世界 有没有去极乐世界 他就跟你讲了 不来不去 所以他去的极乐世界呢 就是唯心净土 他的极乐世界不是在外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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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看得到很少数的 很少数的这种修行人 很少数你能够看得到的 很少很少能够修到这样子的 他算是一个 算是在近代的一个高升 所以他就 晚期 后期的话 他就讲出了这样子的一句话 不要小看这句话 不要小看这句话 这句话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已经去掉了什么呢 已经去掉了我见 他没有想要去哪里 时间到了就走 我有一个比喻 我们的生命 除了我刚才讲 用那个火焰之外的话 另外一个比喻就像什么 就像是叶子 你知道叶子 当它从树上要干枯了之后的话 它要掉下来 对不对 风稍微吹下的话 那它就这样 它就掉在地上了 我们 当我们生命走到最后一轮的时候的话 那它就像什么 它就像 一片叶子这样子 干枯了之后 风吹下的话 它就从树上面 掉下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命的死亡 本来生命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 是 死亡对我们来讲的话 对人来讲的话 它应该就是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来的 好 我们接着要讲的是 是这个赵州重审禅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 看一下这个表 我们的表 赵州重审禅师 跟他同一代的还有谁啊 还有黄渤禅师 还有伟山禅师 赵州重审禅师的师父是谁 就是南全禅师 南全普焉禅师 所以 你看这个表一下 你就大概知道 同一个时期的 跟赵州在一起的 还有谁 那么赵州禅师呢 他是南全大师的徒弟来的 那么他俗姓什么呢 俗姓好 他朝周好乡人 那么年幼的时候就出家了 那么还没有受戒 他就去找南全大师 那么后来就受到 很受到这个南全大师的气重 那么前后依止月二十年 跟在南全大师身边二十年 那么南全大师去世后去世 南全大师去世后 赵州 赵州禅师就离开祠阳 那为了寻师问道 他开始过着漫漫长途的 行脚餐学日子 这个餐学 那么在这个行脚的期间呢 他到过哪里呢 他到过洪洲黄坡山 那拜访这个黄坡禅师 还有到郑州 这个拜访这个宝寿赵和尚 还有到恒州 恒州呢 参颜官禅师 又到里州 参这个夹山散会 那之后呢 又到了五台山 这是简单上这样子讲 实上赵州禅师呢 他参学过程当中 他去了很多的地方 去了很多地方 那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他在 他的参学生涯很长 那么赵州禅师呢 在八十岁时 结束了多年的行脚餐学生活 他餐学到八十岁 那么之后呢 就受邀住持 住持在赵州城东观音院 那么过着艰苦的日子 那么之后四十年 他就大洋南中禅峰 那他去世的时候的话呢 他几岁啊 一百二十岁 那唐昭宗呢 视他为真记大师 所以在 在佛门里面的话呢 到一百二十岁的 不多 不多 在古代的话呢 就是这个阿难尊者 那么在唐朝呢 就是赵州大师 那么在明清时候的话呢 就是虚印老和尚 这三个 都活到一百二十岁 那我们来看 来看第一个 第六十九个公案 瑞相跟平常心四道 这个公案呢 就讲赵州他 他开始的时候 他到这个 到这个南泉 到慈阳找南泉禅师的时候 那到那边的时候呢 正好在歇系的南泉浦院大师呢 就开口就问 他刚好他去到 去见南泉禅师的时候的话 南泉禅师就躺在那边 看这个小沙咪来了了 那么他就问他 他躺在那边就问他了 你最近到过什么地方 赵州禅师 那时候年纪很轻 他就讲了 瑞相院 那么大师就问他了 有见到瑞相吗 你说你从瑞相院来 对不对 那时候瑞相院呢 就是一个名称来的 那个地方那间庙呢 叫做瑞相院 那么南泉大师呢 就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顺着 既然你讲瑞相院 我就问你 有没有见到瑞相啊 你从瑞相院来 你到底有没有见到瑞相啊 那赵州怎么回答呢 他说 没见到瑞相 只看见沃热的如来 南泉禅师这时候是躺在那边的 他说我没有见到瑞相 我看着 我只看到什么 我只看到沃热的如来 南泉禅师听了之后的话呢 就吓了一跳 马上就坐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赵州这句话的话呢 雨带双关 就是这句话里面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 他没有看到瑞相 他只看到沃热的如来 就是在瑞相院里面没有 就是在瑞相院里面的话呢 有一尊佛像是躺着的 对不对 可是他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 我看到南泉大师他躺在那边的话呢 就像什么 就像是沃的如来 明白吗 所以他在讲南泉大师呢 是沃热的如来 这是表面的两层意思 那更深的意思是什么 更深的意思就是 他已经见信了 因为他已经见到佛了 这个如来指的是谁 指的是他自己的自信佛 明白吗 所以更深的意思可以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呢 赵州已经见信了 他虽然是年纪很轻 可是这个时候的话呢 已经是渐行 那当然 有没有这样子的意思 那我们只能够说 我们猜 或许有 接下来的话呢 南泉一听便起坐 然后问 你是有主沙咪还是无主沙咪 他就问他 你是有主的沙咪还是无主的沙咪 就是说你有没有主人 因为刚刚出家的出家人的话呢 就南中就称之为沙咪 那么当他出家了之后呢 他就不能够随处乱跑 他一定要跟着 跟在一个比丘身边 所以你有没有一个比丘让你跟着 有没有让一个比 他的意思是 你到底有没有跟着一个比丘 这样子问他 所以他说你是有主沙咪呢 还是无主沙咪 那么赵州那怎么回答 有主沙咪 有主沙咪另外的意思是什么 我是有师父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那么大师呢 南泉大师就问他 哪一个是你的主 你说你是有主沙咪嘛 你是有师父的 哪一个是你的师父 那赵州禅师呢 敬前攻着生子说 忠动言寒 希望和尚尊厚万福 什么意思 南泉大师问他 你说你有师父 你的师父是谁 这个赵州呢 他就跟南泉大师行礼 谁是我的师父 谁是我的师父 你就是我的师父啊 所以啊 所以这个师父是 是赵州自己找的 明白吗 你可以看到赵州厉害不厉害 厉害 自己去找师父 找到师父 那么南泉一听 对他器重有加 接受他为路士弟子 所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 他的回应 所以我刚才讲 我们猜当时赵州可能已经是见性了 所以他就 你会发现他很灵活 那么又不是那个很灵活很大胆 就是很有自信的一个人 那么礼仪呢又做得很好 他很有礼仪 进退 进退得当 该进的时候他就进 而且他就主动 你看看到南泉禅师躺在那边 他就讲说 我只看到握着的如来 一来到这里就 就讲南泉大师是握着的如来 那到后面的话 他就主动拜南泉大师为师父 所以这个是一个看到这个 我们从这边 从这边可以看到赵州 那个时候的话 已经是不简单的 那么过了几天 赵州禅师 他就问南泉大师 他就问什么是道 他要问什么是道 大师说平常心是道 南泉大师虽然他这边讲平常心是道 可是真正平常心是道 是出自谁 是出自南泉大师的师父 马祖 所以这个南泉大师的平常心是道 是跟谁学的 是跟马祖大师学的 他是跟马祖大师学的 那么赵州又在问 还有去向吗 他就问 你说平常心是道 可是你这样 你这个道的话 有没有方向 需要有什么 他的方向在哪里 那赵州讲 那个南泉大师他就说了 还有去向就背离了道 那么赵州禅师就问了 他说没有去向又怎么知道是道 没有一个方向我怎么知道 那是道呢还是不是道呢 所以他就一直在问这个 问这个南泉 问南泉 那什么是平常心是道呢 接下来的话呢就 这个南泉大师他就解析了 下面那一段文就是他对平常心是道的解析了 他说 道不属于知 也不属于不知 知是忘觉 不知是无际 真正达到不宜之道 犹如太虚的空旷寂静 无一物 哪里可以只是知不知是非的论调 他就 这一段就是他在解析 那这一段文里面是什么意思呢 这段文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知上他要讲的是什么 他说道不是在于说你认为你知道 还是你认为你不知道 或者是还是说这个 他不是靠你想 不是靠你想 不是靠你动念你认为你去想 他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 他不是这些东西 那道是什么呢 他这边跟你讲 他虽然讲是太虚空旷什么东西 事实上他要讲的是什么呢 他要讲的是 这个平常心是道就是你的决心 只要你能够活在你的决心里面 你放下执着 那个就是了 那么你活在你的决心的话 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你活在决心那种状态 你要有那种感觉明白吗 就是你有没有活在决心 你要知道 你不是在那边想 我到底有还是没有 你不是靠想的 是你必须要练到 你有活在你的决心里面 这个是靠练出来的 那怎么练 常常拉回来 常常拉回来 常常花回来 一直拉回来 拉回到你感觉到那个状态 你这个时候你活的这个状态 就是决的状态 那就是了 所以他不是靠你在想东想西 想东想西 如果你想东想西的话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道 那为什么他说没有去向呢 为什么说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平常心是道 它没有方向呢 有方向就表示什么 表性 因为你通过这个方向 你就在这个方向之后 才是那个目的 那事实上这个 这个觉醒的需要有方向吗 没有啊 你就是让你回来 他就回来了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如果 我们要做一个 如果方便 方便说的话 有没有方向 有 有方向吗 有 就是你往内去观照咯 就是只能够这样子讲咯 可是 可是你会发现很有趣的 你跟人家 你跟这个 你跟人家讲往内去观照 他观照了很久之后 他还是找不到 因为他 他不知道怎么往内去观照 他看到的都是什么 他看到的都是他内心的烦恼 所以往内去观照 你可以看到烦恼 也可以看到你的觉醒 明白吗 所以很多方便法门 有些时候 那个方便法门 永远到不了家的 本来我们讲 这个方便法门 是能够通过方便法门 来让你达到究竟 可是很多时候是 你永远都只是在那个方便法门里面 你到不了究竟 因为你没有抓到那个重点 所以禅宗也因为这样子 禅宗就不跟你讲方便法门 他直接跟你讲那个要求在哪里 直接把那个要求讲出来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平常心思道 所谓的平常心思道就是什么 就是你活在你的觉醒里面 放下执着 那有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那怎么样 你就自己去找 一直在找 一直在找 往内去找 当我讲往内去找的话 那他又什么 有方向了没有 有方向 这个就是一个方向 又是方向了 那这个公案我们就交代到这边 我们来看下一个 公案七十 做一头水谷牛 所以在南泉大师的话 就是这一只牛一只出现了 有一天赵州禅师问南泉大师 知有的人要到什么地方去 南泉大师说 去山前的施主家做一头水谷牛 那赵州禅师说 谢施子是 那么大师说 昨夜三更月亮到了窗前 昨夜三更月亮到了窗前 那赵州问南泉大师 知有的人要到什么地方去 这个知有是什么意思 知有就是知有本分事的人 知有本分事 知有 知有 所以知有本分事 知有本分事 那修行人的本分事是什么 修行人的本分事就是觉悟了 就是解脱了 那当一个修行人他知道了 他解脱了之后的话 他觉悟之后的话 他要去哪里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他就问他 知有的人要去 要到什么地方去 他的意思是 这句话是在问一个觉悟的人 他去世之后的话 他要去哪里 简单上来讲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南泉大师呢 他就讲了 我要到山泉的施主 山前的施主家 做一头水骨牛 我要去做 子的之后要去那边做一头水骨牛 要去做水牛 那么他一讲完之后的话呢 赵州就讲了 谢谢师父 你教我了 我会了 所以他知道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赵州 赵州他跟在南泉禅师身边 他对这个水骨牛 对这个水牛 对这只牛的这个要求的话呢 他已经是清楚了 清楚了 所以他就谢谢 谢师指示 他谢谢南泉大师给予他的教导 那么大师呢就讲什么呢 昨夜三经月亮到了窗前 就是 月亮升起来的话 自然嘛 月亮升起来是自然的 时间到 他就起来了 所以半夜的时候的话 月亮升到哪里 月亮升到窗前 自然而然他就升起来了 那 那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一个修行人修到后面的时候 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的话 你要怎么办 死亡来到的时候的话 你怎么办 在这之前 在这之前的话呢就是 你怎么知道你解脱了还是没有 你要怎么知道你解脱了还是没有 就是说 南泉大师他训练出赵州 那么赵州经过了 这么长的时间跟在南泉大师身边 到最后他要面对的那一关是什么 就是 生死那一关 就是死亡的 就是 到后面他就要知道他到底解脱了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你解脱了没有 你就是要面对到死亡的那种逼迫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解脱了没有 那如果死亡的逼迫还没有来到的话 你怎么知道你解脱了还没有 你根本不知道的 你不是讲说我感觉到我解脱了 解脱是指什么而已 解脱是指当你要死 他真正到后面是你在死的时候的话 你怕不怕 所以他的那个井一定要出现 那种逼迫的那个井一定要出现 如果那个井那一关你过了之后的话 你才很肯定的 你知道说你已经解脱了 所以在古代 在古代 在古代虽然没有禅宗 所以古代是指在佛陀时代 虽然没有用这种禅宗的这些逼迫的这种方式 可是在古代的话呢 有所谓的十二头头行 就是出家人有些时候他们要住在哪里呢 要住在深山里面 要不然就是你住在洞穴里面 那当你面对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的话 你就知道你怕还是不怕 那你不怕 你是不是解脱的机会就高 那如果你还怕呢 请问你解脱了没有 你就没有了 所以解脱是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那种逼迫的那个景出现 你才知道 你可以还是不可以的 所以不是你挂在嘴巴上讲 你可以了 我心够了 我的质量够 你还没有面对到你 怎么知道你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对不对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 南泉大师就跟他讲什么呢 他说 昨夜三晶月亮道的窗前 就是你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水准之后的话 接下来是怎么样 你就等 很多东西都是靠什么 水到驱沉 水到驱沉 这是佛门的一句话来的 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就是 事实上很多成语都是处置佛门 很多成语都是处置佛门 那么包括水到驱沉也是一样 就是你的水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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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阶段之后的话 它一流出去 那个沟驱自然就形成了 那你说你要解脱不解脱的话 你不用去找的 就是当那时间到的时候的话 你面对这种逼迫的时候 你很清楚的 你内心不再怕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就知道你已经解脱了 这个就是水到驱沉的意思 它是时间到了你一定会知道的 当然除了另外一种情况是 你自己去找 明白吗 你自己去找 可是如果你不去找的话 你就等 因为你修到一个阶段 你就等 等死 明白吗 你就等 等到他到了之后的话 你这种病来的时候的话 你不会慌 所以 这个 有重病的人 有重病的人的话 你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会的 就是当你的病 当你的病 当你病到很重的时候的话 你的心一定慌了 一般上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能够回来你的决性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就会发现到说 原来要回来决性是很难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 以为活在 回来你的决性很容易 现在是因为没有事情 所以你能够讲 来 回来 那回来了 可是当你病在那边 要死不死的时候的话 你能够回来吗 你回不来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回来你的决性那么容易 是现在容易 当你病的时候的话 那是很难的 你明白吗 病了 病了一段时间 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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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你到后面的话 什么决性 你根本都不知道什么是决性的 你会乱 再加上说 如果你 你的这种 药吃多了之后 如果你的身体 需要很多药物进来 它干扰到你的大脑的那种神智的话 你就更惨 你要维持你的决性 这更难的 所以这个 个人的福报不一样 所以 就是这样子了 只能够讲到这边 所以这个 当南赵州大师在感谢南全大师给他教导的时候的话 南全大师后面还进一步的给予他提示 就是昨夜三晶月亮到了窗前 就是跟他讲 就是跟他讲 讲这个 随到驱沉 接下来我们来看公案第七十一 救火救火 就赵州禅师到了黄泊山 就是离开了 后面的话呢 就 南全禅师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的话 赵州就离开了南全山 就到了黄泊山 黄泊山 黄泊山 黄泊就在那边了 所以 赵州跟黄泊是同一辈来的 他们的师父是同一辈 他们的师父是同一辈 赵州呢 这个 黄泊禅师一见他 一见到他 便关闭方丈门 看到南全大师来了 赶快把那个门关起来 不要见他 赵州禅师于是拿着火把 在法堂内叫救火救火 在那法堂里面叫救火救火 因为黄泊禅师不要见他 所以他就拿着火在那边喊 黄泊禅师呢 开了门抓住他说说 那赵州禅师说 贼跑过后才张工 就是你叫我说对不对 那事实上是你这句话来得太迟了 那贼都已经跑了 你这个剑你要射些什么呢 所以 那么 这个公案到底在讲什么 我们之前在讲南全禅师的时候的话 有一个公案 就是 南全禅师他在 在公案第44的时候 南全禅师他有一天 他把那个方丈门跟他关起来 有听到吗 你们回去听 在前一课的 他把那个门关起来 他在门口放了灰 那么他就跟他们讲 他说说出一个道理 说得出来我就开门 就是说 他要他的弟子讲出一句觉悟的话 讲得出来我就开门 你讲不出来的话呢 我就门永远不开了 什么意思 我就这样子就够了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 南全禅师也差不多是年纪很大了 要走了 所以他要用他的 他要走了 他希望通过这样子的话 能够逼出一两个开悟的人 就是如果你们回答得不出来的话 我就走了 我就这样子离开了 那你们回去听 重新听这个公案 所以之前他被南全禅师这样子逼 对不对 那现在他去找黄破禅师 黄破禅师也是一样把门关起来标见他 那怎么办 他就拿起火 救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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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黄破禅师看到 你不去救行不行 他讲救火 你不去救的话呢 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你的门口我喊救火 救火 你不开门来救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把屋子烧掉 不是 我把我自己烧掉 所以你出来是救谁 对 你出来是来救我 你不出来救我 我就把我烧掉了 他不会去烧黄破禅师 你烧黄破禅师那就不对了 明白吗 他干嘛去烧黄破禅师 因为把黄破禅师烧掉 不是 你不出来我把那个 如果我要把它烧掉的话 我就不会叫你救火 你明白吗 我现在是跟你讲你救火 事实上不是救我 是救谁 救我 如果你不来救我的话 我就把我自己烧掉 不一样 你要烧掉黄破禅师的房间 跟烧纳自己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么黄破禅师之后的话 他就 他听到救火了 赶快就跑出来 那跑出来之后的话 他就跟这个 跟这个赵州讲 说 说 他就是 你说出一句开悟的话 有跟他讲 你要说出一句你开悟的话 你体会到这什么东西 那么 你这句话问得太慢了 什么意思 我刚才都已经讲了 你现在都已经出来了了吗 你还要我讲什么 救火就是我要讲的 明白吗 如果我没有讲救火 你哪里会跑出来 就是因为我讲的救火 你才跑出来 所以你问的什么 你问的太慢了 所以你看这样子一碰一下的话 请问谁占山峰 赵州占山峰 赵州占山峰 那么第七十二 礼座 赵州他到了郑州 宝寿 炎昭禅师那里 那宝寿禅师见他来到 故意背着他坐在长船上 你来到了 我跟他转过身 不要见他 赵州禅师于是展开坐距 向他礼拜 向他顶礼 那宝寿禅师跟着便下长船 赵州禅师却离开 他是赵州去见宝寿 去见他 那么宝寿看到他来了 我转过身不要看你 结果你不要看我没关系 我还是一样要跟你顶礼 对不对 那么当他要跟他顶礼的时候的话 这个宝寿反而就转过身来 要做什么 有些时候客气的话 就是你跟他顶礼的话 他要回礼 要不然就是要去扶住你 要不然就是一起拜佛 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等到他下去的时候的话 赵州却怎样 他就不顶礼了 他转身他就走了 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对不对 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为什么乖乖这样子 要顶礼不是顶礼 不顶礼不是走了就算了 可是对于一个活在决性的人的话 这样子是有用的 因为当你活在决性之后的话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永远只是活在你的决性里面 你没有去反应 我们讲 这个眼睛的要求就是什么 就是正念加正知 正念就是你活在决性 正知就是你观察 色身相会触发 之后你做出反应 这个是正知的要求 所以当你活在决性之后 他病还没有完 那个训练还没有完 下一步就是你要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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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的做出反应 至上的做出 回应 要去 要有一些动作 那这个动作里面的话 整个要求是 你必须要活在决性里面 所以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赵州去到那边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赵州去到那边之后的话 那保受和尚知道你来了 我故意就不要见你 那么赵州看到你不要见我 我还是要顶你 可是当他走下来之后的话 那赵州已经转身走了 所以这个时候谁落空了 谁落空 保受和尚落空了 明白吗 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 世间的 世间的法 那种 有些人故意作弄人 你好 你好 我要跟你握手 结果对方伸出手出来的时候的话 你就摸摸头 那种感觉 明白吗 那种感觉 那 禅宗是这样子吗 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 可是他的要求是什么 他的要求是 你必须要活在决性里面 那么 赢的人 不要高兴 输的人 不要翻脸 这个才难 我们一般认为什么 赢了之后我很高兴 你看刚才他被我耍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禅法 这就不是禅 输了之后 下次我要报仇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么在禅宗的要求是什么 他逼 逼 逼完了之后的话 赢了不会高兴 输了之后的话 就不会翻脸 明白吗 因为这个 禅宗的这些禅师的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来训练自己的同时 也在训练对方 也在训练对方 所以它是一个相互带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来的 当然一定要活在决心 如果没有活在决心的话 那就没有意思了 就没有意思了 那么下一个公案 第73 南泉一支箭 赵州禅师到道物大师处 他去找道物 这个道物就比赵州年长了 那么才入堂内 道物大师就说了 南泉的一支箭射过来了 赵州禅师说 看见 道物大师说 过去了 赵州禅师说 中 同学们在读这个 在读这些公案的这些 有些时候我会用禅师 有些时候我用大师 在这边我顺便讲一下 当我禅师跟大师用在一起的时候的话 你同学们要知道说大师 这是我的表达方式 大师就是比禅师还要高一几 高一个备份 这样子 那如果两个都是禅师 就表示两个的备份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是大师 一个是禅师的话 那就表示一个的备份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边的话 道物我就用大师了 你们懂得吗 就方便读的人 因为你不可能说 每次读了之后的话 你去找 看看他们相差几岁 相差几岁 这不可能 所以道物大师就比南泉禅师年长 那么当这个南泉 当这个赵州去找他的时候的话 他知道什么呢 他知道赵州是从南泉禅师那边来的 所以他讲什么呢 南泉的一支箭射过来了 哇 这个赵州来了对不对 他就是要来跟我较量激风的 南泉的一支箭已经射过来了 对不对 因为南泉禅师来了 那么赵州禅师呢 他听了之后的话 因为你讲箭嘛 所以他是直接讲什么呢 他讲看箭 他的箭就马上就射出去了 那道物大师他怎么讲 过去了 那个箭对不对 已经过去了 所以有没有射到我 有没有射到我 没有 对不对 没有射到我 那个箭已经过去了 赵州大师怎么讲 没有 还没有过去 中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上道后来就是 你会发现两个人只是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那道后来就通过 通过什么呢 通过 因为道物先讲嘛 南泉的一只箭已经射过来了 是他先讲 那赵州就顺着他讲 看箭 因为这个箭就要射向你 那么道物就讲说 已经过去了 南泉大师当他讲重的时候的话 这展现出什么呢 展现出信心 你怎么跑都跑不掉 我讲重就重 明白 这个是霸道吗 很霸道 这个霸道的基础是什么 霸道的基础就是信心 霸道的基础是信心 所以 禅宗会给人家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很无理 很霸道 很不好的东西都会挂在这些禅师的 都会认为说禅师就一定是这样的 那事实上不是 他一定有 之前一定有他的一些基础的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你看赵州他去找南泉的时候的话 他会什么 他会顶礼 这个方面的东西 礼方面的话 都已经什么 都已经是具备了 该有的东西都已经是完成了 所以他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懂 那只是一只好像那个斗鸡这样子 四处找人家 就是四处找人家打架 那也不是这样子的 那不是 可是他们在较量这个疾风的时候的话呢 他们会这样子展现而已 就是这样子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他要展现的是信心 不是傲慢 不是傲慢 如果你说他赵州很傲慢的话 那就错了 他不是傲慢 他是信心 那当然你说 道物认识他吗 认识啊 对不对 他认识他 他还没有道他已经讲南泉的一只见 已经射过来了 所以这个是信心 不是傲慢 那下一个第七十四 我们来看探水 这个诸鱼和尚 赵州禅师到诸鱼山参诸鱼和尚 那么在法堂上 赵州禅师拿着诸葬 从东堂走到西堂 诸鱼和尚问他 你在做什么 他拿着一根拐杖 我们讲诸葬就是拐杖 进来到我们的禅堂 这边走 那边咚咚咚 这边咚咚咚 那么诸鱼和尚就问他 诶 你在做什么 赵州禅师他就讲 探水 师父 我在探水 看看有没有水 那么探水什么意思 这个诸葬是什么用的 就是出家人去这个餐学的时候 有些时候要知道这个水 深不深 用那个柱干探一下 因为如果水浅 人就能够涉水而过 那如果你碰到草的话 你要过来拨一拨 让那些野兽离开 有些时候有些蛇之类的 当这个赵州和尚拿着这只柱杖 来到这个禅堂里面这样子探水的时候的话 他带出来什么意思 就是我要知道这个地方的深跟浅 如果这个地方有大和尚在 这个地方有大和尚在 那么他要探深跟浅的话 他是在探谁的深浅 就是这个地方的大和尚的深跟浅 什么的深跟浅 就是你修行的深跟浅 明白吗 所以他就探水 这样探水 那么诸一和尚怎么回答呢 我这边没有水啊 你探什么 那赵州把那个柱杖就放在旁边走开了 明白吗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鸡风相对 谁占优势 赵州有占优势吗 没有 没有占到什么优势 因为什么呢 因为诸一和尚呢 他已经选择了一个怎么讲呢 就是这一类的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慧能大师所讲的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明白吗 就是你没得考 你没得考 你没得考说他到底是水是深还是浅 因为他跟你讲这边连水都没有 所以本来连那个东西都不真实了 哪里会有尘埃这一回事 所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些比较没有那么难 第七十五个什么是正眼 就我们之前讲过那里眼睛对不对 那个眼睛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正眼 那么有一次赵州和尚他到五台山 看到一个出家人一个大德 在山壁上写了这样子的祭颂 无处青山不道场 何须彻障礼清凉 云中纵有金毛县 正眼观时非迹象 写得很好 他的意思是到处的青山都是道场 那你何必手持着墓葬 草里着清凉山呢 那么云彩中纵时有金毛般的光芒出现 正眼看到时也并非就是迹象事 这个叫读书人 所以就很喜欢迎诗作对 所以他看到这个景色很美 那又希望讲出一些修行的东西 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顺口就这样子讲出来了 那可是因为他 赵州呢 赵州的话 因为赵州听到了 然后他就问他 他说怎么样才算是正眼 你刚才讲正眼 那怎么样才算是正眼 大德无言以对 为什么 为什么他无言以对 因为他什么 我们讲 知道跟你悟到 一样还是不一样 一个是你知道而已 一个是你悟到 不一样 这个有体会 这个是没有体会的 讲讲讲讲一大堆 到后面的话呢 你没有体会 当你没有体会的 你可以用嘴巴讲 你可以吸收了很多东西 那你可以讲出来 可是如果你没有体会呢 你没有体会 人家问多几次的话 那你就 你就发现你就乱了 你就乱了 那当他问他什么是正眼的时候的话呢 他就回答不出了 他展现不出什么 展现不出残疾 我问你 什么是正眼 你有办法回答吗 有吗 什么是正眼 这个就是正眼 明白吗 这个就是正眼 可以吗 可以 这个就是正眼 什么是正眼 这个就是正眼 不在于我说什么 而是在于什么 而是在于说 你体会到了没有 那你要用什么来展现它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木头 对不对 这个木头就是一个木头 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木头不简单 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木头 本性就是空 知道吗 你不知道 你现在知道了没有 我现在摆着一个空法在这边 这个坛展现的全部都是空法 这个木头有眼睛的 看到没有 它能够展现出一些东西 它能够展现出一些东西 它就不一样 对不对 你要能够讲出来 那当然 这个里面又牵涉到说 有些时候你的智慧高跟低 那你讲出来的东西的话 会有漏洞 会有漏洞 我刚才跟你讲 什么是正眼 这个就是正眼 你可以问 师父 那是左眼还是右眼 你看 你卡住我 那事实上我们讲过 那你眼睛是左眼还是右眼 不是左 也不是右 可是我只有左眼跟右眼 所以我只能够展现 我只能够用左眼或者右眼来展现出来 所以你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表达 表达你对佛法的那种体会 所以疾风相对就是建立在这样子的一种平台 就是你对佛法这样的一些认识 那么有一些共通的一些暗语 那么来把它展现出来 要不然的话呢你就 那这样子做来做什么 因为其中的一个作用 很直接的一个作用就是 你人跟人在一起的话 你讲话 你怎么样去做到说 你讲的每一句话里面都是佛法 你怎么样去做到这样子 很难啊 有些杂物师一讲讲 讲了之后的话 你全部都乱到完 对不对 碰到食物就讲好吃不好吃 对不对 那碰到另外一个你就讲美不美 那你一讲进去的时候就完了 你现在在讲的时候的话呢 你知道 还要小心 因为对方可能里面还带有东西 你会发现 当你小心的时候 请问什么东西回来了 你的决心就回来了 可是如果你常常不小心呢 那么你在修什么 那如果你反过来讲 当你常常很小心呢 我请问你什么不是佛法 到处都是佛法 因为你的心处在一种警觉的状态 你的心处在一种警觉的状态 你会发现到处都是佛法 那所谓是佛法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心一直让你自己提起那个真念 通过真念来看问题 想问题 看问题 想问题 那就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 七十六 万福大王 这是个老禅师 这个老禅师问前来参学的赵州禅师 你刚从什么地方来 赵州禅师说 华州 那么这个老禅师 这个老朽他就说 你到这里要多少路程 你从那边走到这边要多少路程 那赵州禅师说 我一跳就到 那老朽说 好个洁迹鬼 你这只鬼啊 就是真的是跑得够快 所以你好个洁迹鬼 因为你这样子一跳就来到这边了 那么这个赵州禅师讲 大王万福 就讲大王万福 那这个老朽就讲到禅坛去吧 就叫他去 到禅坛去做什么 去打坐吧 那我刚才讲 比如说如果你说 赵州大师到了 你刚刚从什么地方来啊 我从华州来啊 那你从那边来到这边 我从那边我很远啊 我路上我看到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那你吃饭了没有 没有吃饭了 这样OK 那我找个地方给你住 这样 我在做什么 我在问什么 这是画家常咯 一般的人是不是这样子 你刚才几点来啊 这样 好 那请问这个跟修行有关系吗 你说没有关系 不是我讲的 你自己讲没有关系 你现在碰到一个老禅师 你从哪里来啊 我从华州来啊 那你到这边多远啊 多远 没有 我一跳就到了 我请问你 你用什么跳 为什么能够怎么样 能够一跳就到 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一跳就到对不对 那我要知道 到底你是怎么跳的 我就说你是鬼啊 你这样子就跳到那边 你从那边就跳到这边来了 你是鬼啊对不对 如果你不是鬼 你怎么从那边就跳到这边来 那赵州怎么讲呢 你说我是鬼 大王万福啊 我是鬼 我称你为大王 所以你是什么 对的 你是鬼王 什么意思 这里面带有什么 我到过来我尊重你吗 我尊重你 我有修行吗 我有修行 我从那边我就跳到这边来 什么东西能够从那边就跳到这边来 什么东西能够从那边就跳到这边来 决性 何其之性 何其之性怎么样 能生万法 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公案 一个公案就是 那个瓶中里面有一只鹅 那么这个南权禅师就跟他讲 就叫那个路根 那路根讲回答一下他就跳出来了 那你现在活在你的决性里面 你活在你的决性里面对不对 你的决性你要启用 你要启用 你的决性启用就像什么 就是从 他这边就是跟你讲说 他能够这样子跳 跳的意思就是在启用的意思 如果我们用这个惠能大师他所讲的 就是何其之性能生万法 他就能够启用 他能够启用能够神万法 那你说我好像开玩笑了 你会发现到后面的话 我称你是鬼王 我尊重你吗 我还是尊重你 尊重完了之后的话 这个老朽就跟他讲 你去禅堂吧 去禅堂做什么 去打坐 所以这个是在画家常 你会发现不是画家常的 里面就是疾风相对 疾风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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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随浅不是破 传处 那赵州大师来到一庵 就是来到一间小庙 那一看到这个安主 他就问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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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安主呢 就竖起拳头 大师呢就讲 随浅不是破传处 讲完之后他就走了 说完便离开 又到另一庵 问安主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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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安主呢 也竖起拳头 大师说 能重能堕 能杀能火 说完便行了个礼 事实上是同样一回事 赵州去到一间庙里面 他看到里面的那个庙的负责人 他就问他 有吗 有吗 对方就伸出一个拳头 那么 赵州大师就讲说 这个地方太浅 就是说 你虽然是有东西 可是你的 你的道行太浅了 所以赵州大师看了看 摇头他就走了 说你的功夫不够 等到他去到第二个地方的时候 对方也是一样竖起一个拳头 赵州就称赞这个安主 他说 能重能堕 能杀能火 说完之后 他就跟对方行了一个礼 为什么同样都是给异样的答案 为什么同时给异样的答案 为什么赵州会以不一样的感觉讲出来 我问你 有吗 有吗 你就竖起拳头 所以这个拳头是有还是没有 就有 这个答案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我现在问你 有吗 有吗 会了没有 会了 以后你就跟那些还没有来上课的那些学生讲 以后法量师问你 有吗 有吗 你就跟他讲有 就对了 所以他会了没有 他会了吗 他来上课 我就讲 有吗 有吗 你跟他讲点头 一样吗 我就跟你讲了 这边是水太浅 那边是什么 那边能种能堕 那么能杀能活 为什么 因为你有信心的举起拳头 跟你没有信心的举起拳头 请问一样还是不一样 那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你是听来的 你听来的你就大概大概知道 所以你在举的时候的话 有吗 有 有 是不是 你问的是不是这个 有 有 有吗 一样吗 你看到我的表情没有 看到我的速度没有 过不过快 过快 所以他不是说你去抄了 你就会了 他不是这样子 他要赋予这个动作生命 那展现出来就不一样了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我看看 你带个感觉 那边的不一样 我们看电话 对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可不一样的 那边的产生 不一样的